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反风起洛阳开播 豆瓣骂声衣片 全靠女演员穿着博眼球 2021年末 一部由黄轩、王一博、宋倩主演的古装大剧《风起洛阳》映入观众视野 剧中辉煌浩大的不景以及绚丽的场景打造出了神兜盛世 因为三大主演自带热度 该剧在播放期间热度居高不下 屡次斩获猫眼热度日观 成为了同期剧集中一起绝尘的存在 剧中黄轩凭借着《吓哭小孩》的变脸式演技登上热搜 而王一博和宋义的CP也是让人磕得上头 同时这部剧也是收获了诸多好评 虽说后续有高开低走的趋势 但整体的观感还是相当好的 在贺岁荡剧集中享有一席之地 而在新的一月中 一部影版的《风起洛阳》也横空出世 登陆网络平台播出后 豆瓣却是骂声一片 网友对剧情、演员以及动作三大要素都表示不满 更是直言该片在蹭热度 这是怎么回事 剧情俗套一眼到底 特效拉胯有借鉴的嫌疑 《风起洛阳之阴阳界》改编自马伯雍小说洛阳 讲述的是身处不同阶级的姐妹花照清清 小骗子男生是 在好友的帮助下 共同揭露阴谋 在探寻案件后实现自我救赎的故事 原本《风起洛阳最吸睛》的一点就是宏大的观念 以主角三人的视角谱写刻画神兜的辉煌 这部电影的梗概中就已经将格局缩小了 看完影片后更能发现看似阴谋庞大 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案件 反派用幻术假装成鬼王 引起动乱 以此让圣上亲临趁机将其杀害 这样的设定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 幻术其实和现代生活里的魔术本质意义相似 这种手法就算是登峰造极 也不可能让众人都看到所谓的鬼王 而其中一部则是让人扮演狐狸 女主的猜测是诸如劈劈扮扮演 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毫无逻辑 到了特效方面是最令人无欲的 其中出场次数非常多的大人物鬼王 看似头顶刺头 带着四只手臂 大家应该多少都会觉得眼熟 因为他和刺杀小说家里的赤发鬼 简直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 虽说不是一模一样 但连拍摄角度都如此相似 让人难以不怀疑这事借鉴而来 而且制作的还没有对方精致 堪称山寨祸 到了结尾的时候 就更让人头疼了 反派在计划没有完成 而且没有遭受言行逼供之前 就自己将实情全都说了出来 甚至对方都没问他就要讲述心路历程了 名侦探科男里的犯人都没有他听话 之后女主和女配作为被害人的子女 先后捅了反派使其毕命 说真的看到这样形式的结尾 并没有给人振奋人心的感觉 反而觉得姿势怪异引人发笑 属实是尴尬过头 宣传手段俗气 全凭身材薄眼球 网络大电影几乎要成了烂片的代表名词 因为没有太大的成本 片方只要热度就能稳赚不赔 而这几年里风透正盛的宣传手法则是用女演员的身材做噱头 2021年就有狂恶海啸里的王李丹妮 以及美人鱼里的克拉拉 女性身材成了营销关键 这样的手段实在是不堪入目 在这次的风起洛阳之阴阳界中也是同样 海报上就是女主在中间 另外两个身着性感服饰的美女大显身材 摆出魅惑的姿态 全靠女演员穿着薄眼球 确实起到了吸睛的作用 到了成品中 为了能够留住观众 片方上来就是让两位美女彼时身材 两位都是穿上了尽量避体的衣服 却更以留白居多 更是当场量三围 美腿一览无余 还有女主 从始至终都是一套破烂衣服 看她朋友的身份来说 不至于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买不起 按戳戳露出身材的意味不用多说 对于当时的朝代来说 这样的衣着确实是被允许的 但未必要穿得如此露骨 以至于有网友直言这样都不如直接露肉了 之后片中更是毫不畏惧的擦边 台词和动作上都存在着较为强烈的暗示 起到让观众忽视剧情和质量的作用 甚至片方在宣传之际还蹭了剧版的热度 转发了主角三人拜年的视频 给人一种几位重剧的错觉 总而言之 风起洛阳之阴阳界的剧情质量可以说是走最古早的套路线 无法给观众新鲜感 甚至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情节 无法给观众带入感 而片方这样的营销方式 专门靠蹭热度和女性演员来博关注 其实是令人有些不齿的 只能说希望之后的影片能够更加注重质量 而非外在因素制造学投影关注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